我們看這一題 我們來對這個做不定極溫 我們知道1的一個常數乘x 對x微分的話 這個a可以掉下來 a乘以1的x 這個最好把它記住 為什麼我們就變換變數 用連鎖定律 我令這個叫做y 那這個本來它是 那個y對x微分 那我用連鎖定律 我y先對y微分 然後y再對x微分 那1的y次方對y微分 這個是原來的函數 就是1的y次方 乘以多少 y對x微分 y是等於x y對x微分就等於a 所以是等於a 所以a就跑出來了 所以是a的a乘以1的x 這個最好把它記下來 那記下來的話 我們就想著說 我a可以把它除過去 所以就變成了a分之1 1的ax 你給它微分的話 這是等於1的x 也就是說 你給它積分以後 有一個a它會掉下來 要補上去 就是說你這個給它積分的話 有一個a分之1在這裡 也就是說 1的ax dx 這是等於a分之1 這是等於a分之1 1的ax 還可以再加一個積分常數 還可以再加一個積分常數c 那這一樣 現在這裡有個-2 那這個是a 所以這等於-2分之1 1的-2x 再加一個常數c 所以這等於到啥呢 這就等於 這就等於 等於2分之-1 1的-2x 加c